本期教程内容安卓小伙伴的福利 安卓手机免把卡在线观看TikTok 开始课程前先在自己手机上安装好梯子或者科学上网的VPN客户端 拦奏云网盘的地址以及密钥我会放在我视频教程下方 小伙伴们记得使用并下载 网盘中的安卓APK文件大家随意选择即可 但是尽量要选择最新上传且安装包大小偏大一点的下载即可 手机和电脑通过数据线连接 将刚才电脑端下载的TikTok解锁版本安装包导入到手机文件夹中 我这里演示的机型是华为鸿蒙系统 需要注意鸿蒙系统在软件安装方面提供纯净模式 默认系统开启了这个模式 所有应用必须从华为应用商城中安装 当关闭这个模式后 开发者用户就可以通过第三方进行软件安装 当前我们需要关闭华为鸿蒙系统的纯净模式 我这里默认把纯净模式给关闭了 如果各位伙伴想要进行关闭纯净模式 请按照我现在的操作步骤进行关闭 如果当前机型在安装TikTok之前使用的是鸿蒙系统 默认开启了纯净模式 则在导入安装包安装之前必须要先关闭掉纯净模式 否则我们的TikTok第三方安装包是无法进行安装 在我们华为鸿蒙手机的操作系统上正确运行的 在我们开始想用TikTok短视频之前 我们最好先开启我们的手机上预先安装的VPN代理软件 因为TikTok的短视频服务器都在海外 如果我们不开启代理加速器之类的软件加载 短视频会非常慢和卡顿的 观看效果也不会特别良好 我当前演示的机型安装的测试代理为迈克 当然小伙伴们可以自行安装 Clash 2或者Shadow Rocket 使用自己购买的线路服务节点也可以 在这里我把所有的推荐检索分类内容 全部勾上这样TikTok给我推荐的短视频内容更丰富 这里有个选区的操作 我这里直接使用默认的即可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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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语言如何进行设置 我们先在登陆下的语言如何进行设计 账号试试看是否账号能够正常登陆 我现在默认选用自己的Google账号进行登陆TikTok尝试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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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是翻车了,登录Google账号授权成功但是登录不进去,我们现在换下Twitter账号登录试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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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我这里演示的效果是使用Twitter账号登录居然成功了,授权通讯录这些权限的访问我就不进行授权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里看一下下载视频是否存在水印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里留意见,欢迎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入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保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视频中我们看到是没有水印标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